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牛车水商联会为街市商家提供两个月的短期组约 希望能够借此吸引更多贪主回流 让牛车水商圈恢复活力 随着社区确诊病例的减少 加上政府向超过20个国家与地区 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牛车水近期人潮陆续回流 牛车水商联会看好本地旅游业会逐渐复苏 于是在本月中推出两个月的农历新年短期组约 让摊贩可以在农历新年期间做买卖 商联会早前宣布推出四成和六成的租金优惠 以及推出六个月租约 如今再出新招推动升圈买期 有摊贩表示10月以来生意增加了两成 一些租约即将到期的探主也决定延长短期租约 然而有些探主表示生意大不如前 而转移营业地点 目前牛车水有超过100个街边摊位 一些摊贩已经开始售卖农历新年的商品 商联会早前宣布 来临的农历新年不会半年或是吵 但会在1月7号举行农历新年亮灯仪式